政治焦點就要來看 是針對2024總統大選 向來臨內部看起來 似乎陷入到分裂危機 其中新北市長侯友宜 她的動向備受外界關注 近來地方就傳出來 她說侯友宜的 新北行動治理座談委 會提前從深藍的永和地區 來開跑 因此引發了外界聯想 由於侯友宜迟迟沒有表態 再加上國民黨輸掉 南投立委補選侯友宜 因此被認為她是戰犯 現在甚至還有人認為 說台中市長盧秀健 才應該要列入到問鼎大位的人選之一 不過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她在這一站扮演的 究竟是總教練角色 還是她會改當選手 昨天她作出回應了 她說自己無私無我 作為總教練 她一定會找出最強人選 好 倒數我們來看到 現在是副主席連勝文 跳出來表態了 不但是反對國民黨初選 還喊話應邀來歡迎郭台銘 回到藍營這條船上 直接來推派人選 無論如何 今天下午國民黨中場會上 就會正在這2024展開提名作業討論 健康才是我們 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請大家好好的守護市民的健康 要新北市府各局處做好守門員 不讓病毒趁虛而入 但對於2024規劃 什麼時候才要當個攻擊手 聽到關鍵字總統大選 下意識回答會做好市政 完全不著急 因為有民意當考山 最新民調顯示以百分之三十二的支持度 小贏民進黨主席賴新德的百分之二十八 但也可以看出兩人差距被拉近 這優勢還能持續多久 國民黨中央下午會討論相關的提名辦法 一起來找出最強最有戰力的候選人 呼籲提名時程應該要盡快了 否則等到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七月才徵兆 外界預言民調還會往下走 加上日前南投立委補選 侯友宜只現身 輔選一次 便繼續當不沾鍋 讓基層爆發不滿 侯市長有沒有責任 就算沒有責任 他也得要有責任 我心存感激 我們一起面對 也一起共同承擔 反觀黨內出現不同聲音 認為這次為林明珍 盡力輔選的台中市長盧秀燕 雖然早就表態不選2024 也不當副手 但支持度穩定 媽媽市長的形象也深植人心 參戰以來更是久度沒有嘗過敗擊 也被解讀比侯友宜更能掌握 中間選民胃口 每一個人在自己的角色工作崗位上 都會盡心盡力 例如說我們的里的座談會 以及我們推動的相關市政建設 現在都如吼如吐在進行當中 副理會外界雜音先穩住本命區 里長行動治理鎖定永和提前開跑 加上地方也醞釀這部表態就連數 各方都在推一把 利貢侯友宜 邁向總統府 記者吳永安陸一禁采訪報道